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末法词音 主注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盛世 恭迎老母一驾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愿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日 母心怀侧隐 降驾会员灵 武庙堂明正 三曹教化亭 盛世 恭接老母一驾 神人俯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亦是 朱贤卿及朱儿女免礼 次作 又是 为娘今日与灵儿们 谈谈顿悟真我 第三章顿悟真我 我与我的状态经常令灵儿们混淆 导致修持永远滞留在问学阶段 我的状态及灵儿常常谈论的身体健康 社经地位 甚至在以为的修行上观念 获得了什么新主张 或是新兴法门 其实这些都只是状态 所谓的我即真我 是不思不虑 纯然天成不佳染灼的一抹灵光 甚至连灵光都不是 才是真我 什么都不是即真我 哲学家的灵儿们在定义我时 大多会有个前提立论 方便遮表阐述真我 如是方法虽然无可厚非 然则多数容易失交 进而用思考的方式 由利基点延伸出一派的我 我的真意其实用什么都不是最接近 或许又有灵儿说 低能不假思索就是真我 如是利基也甚接近 不过 如是之灵儿仍有欲望 为娘称之接近真我 是因为纯真犹如婴儿一般 没有执着且直率性情 最接近真我的现象 许多利基论我都是值得参着的标的 但仍需挽劝灵儿们不执着那个我 才可以顿悟真我 因为每个面向谈论都无法达到极致 犹如为娘以文字论我 虽然可以从弥满六和退葬于密的不同面线甚至点阐述 但最重要仍然是灵儿们要能顿悟 才不会沦陷在矛盾 无法得正 总而言之 真我可以从有中之空去学习 由于空不是对立的矛盾 而是在二元世界中灵儿便利学习的方针 但诸种学习都可以奠基为日后正道的资量 唯有灵儿顿悟才可以有有中之空 而此顿悟之法 每个灵儿皆有不同因缘及启蒙方式 不过分门别类后 灵儿可以由行善造工体会最容易顿悟 在什么时候 能否这些等吗 对服我们都 窗言之法 登员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